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Kinson Zhang,張建聰 是名外專上學院的高級講師 疫症期間,大家都不可以外出 要留在家中,對吧? 我也是一樣 我和我的學生在過去幾個月 都只能靠視像,網上網上網上網站講師 和互相溝通交流 甚至是他們展示的項目 但一點也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需要有電腦 我們可以安助家中 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東西 我一會兒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和我的學生,當我們講解一些電腦特技效果的時候,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會將我們平時兩三個小時上課的內容很露宿,很快地在半個小時內,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參考一下, 希望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在接下來大家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時候, 都可以參與一下,事不宜遲,我現在就轉過去我今天的主題 今天想說的是Digital Visual Effects for Movies or TV Commercials 是什麼呢? 大家都可能有看過電影,很多電影都是電腦特技的, 包括很厲害的超人電影,Vangers,Spider-Man, 或者是變形金剛,Transformers那些, 去到普通的,可能一些文藝一些,比較說故事的電影,都會用到電腦特技的, 因為其實可能你沒有想過,那顆鑽石,那顆水晶,都是用電腦製作出來的, 那說起水晶,我就是今天想說我們會做的題目,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我通常都會跟同學說一些, 讓他們比較有興趣的題目, 我會找一些近期身邊流行的事物, 如果大家有玩遊戲機, 大家可以知道有一個, Final Fantasy 7, 一個重製版Remake, 就是一個在幾十年前的經典遊戲, 在我讀書的時候,我已經非常著迷了, 那時候,好像大家現在這麼長的年紀, 那時候已經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很期待,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新版本呢? 或者會再漂亮一點呢? 尤其是用到今天電腦的效能這麼強大的時候, 會再漂亮成怎樣呢? 一直都很期待, 到今年2020年, 終於推出一個全新製作的版本, 全世界都很期待, 其實今天就不是講過遊戲的, 只不過講到Final Fantasy, 就是因為Final Fantasy裡面會用很多的材料, 水晶, 魔法石, 就是講過那樣東西, 所以今天所講的項目, 叫做電腦電影電視特技效果, 其實都是相關項目的, 會講的一個項目, 就是會用一個水晶, 就是我自己也有買很多的水晶, 其實價錢很便宜, 可能幾十元至一百元一粒, 已經有了, 大大粒, 現在這張圖就是網上下載的圖, 你會看到它透光的時候, 中間會有光的折射, 很漂亮的, 這種效果就是, 我們就這樣用顏色筆很難畫出來, 要靠電腦去改製出來, 才會像這樣, 那我就想一下, 如果我想用很多這些水晶做的效果, 例如, 很多水晶掉下來, 我的碗那裏, 然後繞著它, 然後, 如果我要拍這個鏡頭, 如果我沒有電腦的時候, 我只有鏡頭, 或者只有手機, 我要去買很多粒這些, 就算我當我一百元一粒, 我買十粒, 都一千元, 買一百粒, 一萬元, 買一萬元的水晶, 然後放在盤上, 放在盤上, 我鏡頭設定得好, 拍得到一次過, 一次過, 萬一一次過, 要再拍, 掉爛了, 掉到碎了, 一地都是, 很麻煩, 所以, 這件事, 就是電腦幫助我們了, 所以, 今天我的題目, 就是, 怎樣可以利用到電腦, 做很多水晶出來, 然後掉到盤上, 然後掉到周圍, 這個就是我想做的 topic, 我通常都會利用一些近期的 topic, 大家都會比較有興趣, 要做到這種效果, 其實, 都要經過幾個程序, 等一下就會再講, 到最後做到什麼呢? 就是, 我想做到, 由什麼都沒有, 經過幾個步驟之後, 去做到一個片出來, 好像這個CGI Video那樣, 配合聲音, 有很多鑽石這樣掉出來, 或者不是鑽石, 是水晶, 或者是玻璃這樣掉出來, 就是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經過什麼程序呢? 就是, 首先會經過了, 我們一個建模的階段, 我們會用一個軟件, 叫做Autodesk Maya, 這個Autodesk Maya, 就是全世界, 大部分公司都會採用的, 基本上, 你可以用來建模型, 上色, 做電腦特技, 做Animation, 做Motion, 做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講到很誇張, 但實際上真的, 香港很多電影的製作公司, 特技的製作公司, 甚至乎外國的大公司, 都用到它, 你看的電影其實都用了這個軟件, 當然不是只用這個軟件, 會用很多軟件一起用, 不過這個是一個主流主力的軟件之一, 我們一會兒就會去接觸這個, 叫做Autodesk Maya的軟件, 但是我們有個軟件之後, 其實要了解到, 有個軟件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不只靠按按鈕, 我們其實要明白到, 究竟要製作剛才那一條片出來, 要經過什麼呢? 其實最基本上要經過四五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建模, 我們有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怎樣有那顆水晶呢? 我們就要靠, 用一些簡單的形狀, 按物件的形狀, 圖形, 將它變成我們要我們要的形狀, 接著有了一個形狀, 我們做好一個模特兒之後, 下一步就是要令到它像那顆水晶, 因為要做到它很多折射, 或者是透明色, 或者是紅色, 什麼色都好, 我們就要用一個叫Surfacing, Surfacing除了做水晶之外, 還會做什麼呢? 我剛才說過, 可能有那個不鏽鋼的碗, 或者是布的桌面, 這些都是Surfacing, 有了Surfacing之後, 其實都未必像那樣東西, 因為黑黑黑黑, 或者一些色不漂亮, 就是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 有很多光, 燈光, 太陽光, 自然光, 甚至乎水晶裡面會有折射, 要折射就一定要靠光, 要靠光的話, 我們就要給它一些燈光, 我們就叫做Lighting這個步驟, 叫做打燈, 打了燈之後, 假設有光, 它會折射, 有影子等等之外, 我們就要看到它, 我們就需要用到一種叫做Rendering, 將它圈驗出來, 就好像常識一樣, 就靠電腦幫它圈驗出來, 一切做好之後, 就能做到那種水晶效果, 大概就是基本做好我的access, 有了這些access之後, 我們就要給它一些特別效果去, 我剛才說過, 我做了一顆, 我想做到很多顆, 然後一次過不斷掉下來, 碎、濕、飛到周圍, 這個就是Special Effects, 就好像我們看電影, 那些大廈不斷掉下來, 玻璃碎了不斷掉出來, 這是同一個道理的, 不過這次不是碎玻璃, 所以我就會掉很多水晶在管裡, 然後彈開這個做法, 那做完之後, 我就要有好看的角度, 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 我就這樣好像掉了些東西在地上, 不好看的, 你要做到它很有感覺, 好像要靠一些導演, 靠一些攝影師, 去設定很漂亮的鏡頭角度, 就是我們會把它做一些鏡頭出來, 然後讓鏡頭去Animate, 我們去做一些Motion, 讓它看起來很有動力, 很有澎湃, 令到你更加震撼的感覺, 就是靠這個Animation, 做完這個Animation之後, 我們再一次把全部的片段 然後把整個畫面放出來, 然後就可以透過整個片段, 就是剛才看到的, 有很多水晶, 有很多水晶在盤子裡, 然後彈出來, 沒有效果了, 這就是接下來我們會教大家做的, 到最後我會告訴大家, 如何找到這個軟件去下載, 因為剛才說過, 我們公司都會用這個軟件, 全世界大公司都會用, 其實都要成本的, 但是幸好的是, 只要我們在學校, 無論我們是一個學生, 或者是一個教師, 只要我們有學校的E-mail, 就可以免費使用這個軟件, 事不宴遲, 那我就馬上去我們的軟件那裡了, 現在我就在Maya那裡, Maya就是一個我們叫做3D軟件, 剛才說過,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叫做Modeling, 在Modeling, 我就去Create, 我Create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顆寶石, 我們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形狀, 例如我做一個圓筒形, 然後利用圓筒形自己去變化, 例如放一些不同的 subdivision, 然後也會選擇不同的點, 然後利用一些點, 利用到移動、放大、縮小, 去做到它有不同的形狀, 就是這樣做了一顆寶石出來, 一顆不夠, 我想做多一點, 有不同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把它Dubricate出來, Dubricate出來之後, 甚至乎把它收窄一點, 放大一點, 甚至乎, 可能將它做多一點不同的形狀, 包括圓形,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我就做了幾個模特兒出來, 然後這幾個模特兒, 我就可以做下一步, 上色, 上不同的物料,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已經整定了一個sense, 可以有多幾個, 那我就不需要慢慢去做粒粒粒的, 做出來了, 那這裡我就有大概五個,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面, 目的呢, 就是想去做一陣子的折射的時候, 會更美一點的感覺, 那如果我現在想看看它的效果, 其實我已經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叫做Rendering 圈驗出來, 我只需要按一下, 這個Windows, 它就立即會顯示到, 這幾件物件的顏色出來, 你看到, 哇, 立即灰色, 有五粒在這裡, 和我剛才所說的那個, 或者我條片段的, 晶瑩通透啊, 折射效果呢, 相差很遠, 現在就這樣灰色, 沒錯, 因為它沒有那個, 補石的效果嘛, 所以於是, 下一步就叫做Surfacing, 那我就要給一個Material, 所以我就開一個Material的Library, 你看到呢, 這裡有個Library裡面, 就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包括可能是做的車身, 就是那些汽車的物料, 你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或者做到一些, 好像水泥, concrete, 或者可以做到一些布的效果, 或者做到一些毛的效果, 玻璃, 皮, 甚至乎水, 這些全部都是視乎, 我有不同的材料, 塑膠等等, 都可以讓我自己去創作出來的, 當然,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物料, 我們之後還可以把它整成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圖案, 不同的質感等等, 一路一路變化下去, 現在不做那麼多那麼複雜,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 做到它像一顆鑽石, 一顆透明水晶, 我用一個鑽石的材質, 我再按一顆, 再按一顆, 做出來了, 然後我再看看它, 我已經做了一個鑽石, 在這裡, 你看到一個鑽石, 現在我不覺得它像一個鑽石, 因為它一定要配合你的模特兒, 像我現在這樣, 我配合了這個模特兒之後, 我只需要把鑽石的物料, 把它調整進去, 然後, 你現在看到它變了一色, 其實已經調整進去, 如果我現在再做多一次圈染, 你會發覺, 咦? 反而不見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鑽石, 好像一顆水晶一樣, 透明的, 如果沒有光, 都看不到的, 對吧? 如果我在一個漆黑的環境, 我自己手指都看不到的時候, 我怎麼會看到鑽石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要給它一些燈光, 就是我們下一個步驟, 叫做燈光, 打燈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給它一個燈光, 亦都可以在這裡製造, 因為燈光有很多種, 可以像一顆燈膽一樣, 或者好像一支電筒一樣, 或者可能像一個蠟燭光一樣, 一個大射燈, 甚至像一個現實的環境, 一個大的包圍光一樣, 我現在就用一個大的包圍光, 你會看到, 它立即給了一個很盛的範圍的光, 這個就是一個白色的光, 我現在試試看, 再看看什麼效果, 因為加了光的緣故, 你會馬上看到, 鑽石真的像了一顆鑽石, 這顆折射很漂亮, 不過這個純粹是白色, 就好像在一個影樓的環境, 在一個影樓的環境上, 穿了白光, 但是我們現實,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雜光和折射, 所以我就想在這個燈光那裡, 加多一些內容給它, 燈光也可以加內容的, 沒錯, 就選了這個燈光之後, 我告訴它, 這個燈光都好像現實的環境, 有些不同的光射出來, 那你見到現在, 除了白光之外, 其實我可以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圖, 做一個燈光, 那我們就叫做這個, 現實的環境, 如果你拍一個, 你想做那顆鑽石, 是在膠外的環境, 有很多綠樹綠草的地方, 那你就會給一些綠色, 綠草的上片, 如果它是在海上的, 那你就會給一些海水的顏色, 那我現在只是放一個普通的環境, 所以我就做一個, 有一點啡色, 黃黃色的效果, 那你見到,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細緻的質感, 但是,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再去做多次的Rendering, 你就會見到, 哇, 它馬上多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就更加自然一點, 比起剛才純粹是白色, 好像在Studio拍照一樣, 這樣, 現在就會更加真實一點, 好了, 下一步就是, 我現在有了這個真實的效果, 我就想做到特別的效果, 特別的效果就是, Visual Effects, 還有很多很多的鑽石, 一自覺的跌下來, 所以, 我接著就要做一種, 我們在Maya裡面, 叫做Mesh Network, 首先, 我轉去一個叫Visual Effects的地方, 然後, 我選了我這五粒的寶石, 有五款不同的寶石, 之後, 我就去創作一個叫Mesh Network, 做了這個Network之後, 你會看到, 它馬上有一個不同的排列, 而變成同一個款, 它其實就只是用一個款, 有五個排列, 其實這個排列, 我可以做不同的排列, 包括, 就是, 我令它變成了一個Grid的排列, 變成了九粒, 三粒, 乘三粒, 但是, 我不見了其他四款, 就是因為, 我裡面, 我欠缺了一個, 叫做ID, 給它, 所以, 加上ID, 當我加了ID之後, 它就把剛才的五粒, 隨意地拿出來, 隨意, 我亦都可以把它調整不同的次序, 但是, 這裏我都覺得不夠多, 我想再多些, 因為五粒, 九粒挺好玩的, 但是, 我想再多些, 於是, 我就給它, 再誇張一點, 物質質, 立即變成六粒, 這裏成三粒, 這裏再六粒, 你看到呢, 堆到物質質, 那就太密了, 所以, 給它更多空間, 我就在這裡, 給它更多空間, 不要太密, 有更多空間, 哇, 這裏這裏, 都算多得很重要, 不要太多了, 太多了, 減少一點, 其實這裏也算很多了, 這裏有這麼多寶石, 如果我現在去做一次Rendering, 你看看, 好像水晶燈一樣, 在那些食物店的水晶燈, 好了, 現在其實差不多了, 下一步呢, 我就想做到, 剛才說過了, 它要有個特別效果, 它要可以跌到地上, 我現在關掉了一個Great Scene, 然後呢, 我現在其實, 基本上, 我現在沒有東西的, 但是呢, 沒有特別效果的, 我就可以給它一個Dynamics, 什麼叫Dynamics呢? 就是說, 我令到它可以, 我拿開這個畫面先遮住了我, 我令到它可以, 有一個被地心吸力影響, 所以呢, 就叫做一個, 叫做動力學Dynamics, 我現在加了這個Dynamics 給它, 當我加了之後呢, 我現在只要做一個有時間的移動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它馬上掉到地上了, 就是這樣, 掉了下去了, 差不多做到我, 好像掉到碟裡的效果, 對了, 我還差一個碟, 於是呢, 我就再做一個碟出來, 然後再去到Modeling那裡, 去做這個碟, 這個碟其實可以很容易做的, 我只需要, 甚至乎都拿回一個圓形的波波出來, 都可以做一個碟的, 那你說, 波波怎麼做一個碟呢?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砌模特兒, 做什麼都好, 只要你想到你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我現在做了一個碟, 我只需要在上面這裡, 選擇某一些地方, 例如, 選擇中間的那一碟, 我只需要選擇中間的點之後, 在這裡, 我用一個移動, 推這些點下去的方式, 根據比例, 我就可以將它推下去, 看到嗎? 這樣推下去, 拉上來, 就是這樣, 如果我將它,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將它推下來, 我就做了一個碟, 就是這麼簡單的, 然後呢, 這個碟就可以用了, 當然啦, 現在這個碟呢, 它跟這個場景, 它沒有一個接觸在這裡的, 就算我現在, 一些東西掉下去呢, 放大一點點先吧, 這個放大一點點, 就算我現在播放, 它也會碰行碰過的, 因為這碟不關事嘛, 因為它不知道這碟跟它有什麼關係, 於是, 於是, 我就要將這個碟, 跟它做一個, 叫做, connection, 我將它, 會跟它有一個碰撞的, 我就將它, make a connection, 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呢, 如果我現在, 再翻轉頭再播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會繞住了一堆, 我要的寶石, 那當然啦, 現在這個碟是不動的, 所以呢, 我就要令到它會動, 就是, 假設它好像跌下去的時候, 會動動的, 大概在這個時候, 35個幅度就會動動, 於是呢, 我就在這裡, 做一個 animation 給日碟, 這個呢, 就叫Motion 了, 那我現在呢, 我就, 準備去Animate 它了, 好, 怎樣做呢? 就是說, 我想它記住了, 在現在這個時候, 它是在這個位置的, 但是, 例如, 去到這裡呢, 它會動動了, 動動了, 動動了, 去到這裡呢, 也會再動動到另外一個方向, 那麼, 到最後最後呢, 它呢, 就好像, 回到那個圓位那樣, 我就是這樣做了一個, 我們叫Key Frame Animation, 那你再看看這個動畫呢, 那這個碟呢, 就動一動, 就更加真實了, 甚至乎, 動的時候呢, 它會把水晶放進去, 那現在這個效果呢, 就會更加好, 那當然, 我要再加上這個碟, 給它一個質感, 甚至乎, 地上的一塊布, 是吧? 我有一塊布在這裡的, 那這塊布, 我當然呢, 都甚至乎, 可以將這塊布, 變成了一個特別效果, 真的好像布那樣的效果, 那但是,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這個呢, 就留下, 有機會下次再跟大家說了, 那現在呢, 我就想把它呢, 把它變成一塊布, 那其實也是一樣, 我只需要回到那個材料櫃那裡, 然後呢, 這裡給它一個繩子, 那我做一個繩子, 那另外呢, 剛才那碟, 我可能做一個, 金屬盤, 今次的顏色有點不同, 做一個青銅的盤, 就選了它, 那接著呢, 我就開回剛才我創造出來的, 盤, 和這塊布, 那這兩個呢, 就是我想要的了, 我首先把布, 放進去, 然後呢, 把碗, 再放進去, 那現在呢, 差不多了, 那我接著呢, 我再放進去, 放進去, 很漂亮了, 即是叫做很漂亮了, 好, 接著呢, 我現在再去看看, 效果如何, 然後呢, 那麼, 越多東西的時候, 越需要多時間的, 越漂亮的效果, 也會需要多時間的, 那現在這就是最基本的Rendering, 那如果你要再去通透一點, 再多折射一點, 就給多點時間去Render, 就可以了, 那現在大概平均, 可能幾秒鐘都可以Render出來的, 已經算很快了,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它其實都挺漂亮的, 在布那裡的效果, 那這裏有些互相折射的效果, 開始像那樣東西了, 但是我想這塊布, 就不要就這樣單色, 我想它比較漂亮的效果,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 這個布, 我們有時候就叫做Texturing, 那這個Texturing,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有聽過一些我們叫做貼圖, 那貼圖其實可以大家自己去畫, 或者我自己去找個相機去拍, 或者你自己去有一些素材回來, 都可以用的, 其中可能去拍照, 很多時候都會用的, 我們有一塊很漂亮的布去拍, 或者我出去拍一些磚頭, 然後做貼圖, 但是除了要拍照之外, 我們自己可以創作的, 因為, 例如, 如果我想有一個格仔布的圖片, 我一下子找不到, 又沒有時間去布廠找, 那我就自己可以創作了, 例如, 我只需要用一個漸變色, 其實有顏色的地方, 我就已經可以改變了, 舉個例子, 我可以給它一個彩色的顏色, 這裡就是紅綠藍, 現在就很漂亮的漸變, 我就想把它改變成沒有漸變, 變成了格仔,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個圖案就有格仔了, 然後, 我就想把它改變成, 混合在一起, 甚至乎, 加一些其他顏色給它, 例如, 加一些白色給它, 加一些黑色給它, 加一些黑色給它, 就是這樣, 就做了一個圖案出來, 這個圖案就是一格的, 所以, 我想做多一點, 可以嗎? 都可以, 只需要在這裡, 我將它重複多幾次, 例如, 變成四次, 立即有一個格仔布出來, 我只需要把這個格仔布, 再圖上去, 這樣就已經成功了, 我其實已經圖上去, 如果再去圖上同一幅圖出來, 剛才的灰色, 啡色的桌布, 現在變成格仔布了, 現在你看到, 它的質素不是很高的, 因為我用很短時間去圖上, 如果你給多點時間去圖上, 它會更漂亮的質素, 但是, 你看到這些寶石, 因為受到打燈光源的影響, 它有些折射的光, 剛才桌布的紅色, 啡色都折射了上去, 這樣就很真實, 很漂亮了, 就是這樣, 我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剛才所說的所有AXS的創作, 到最後我只需要加上Motion給它, 就是我能夠鏡頭跟著它一起移動, 就像我這裡這樣, 跟著它一起移動, 跟著一起移動, 轉一下鏡頭, 轉一下角度, 就是你做導演的情況, 你記錄下這個Motion, 你的鏡頭的Motion, 跟著把整條片傳出, 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了, 在這裡, 我之前已經是Save 了, 因為我在這裡的時間關係, 我不想阻礙大家太多的時間, 於是, 我就再開一個, 我之前已經做好了, 剛才那條片的角度, 再講解多一次, 同一跌下來, 大小有些不同, 剛才那條就即直做, 這個就是之前預備定的, 那你會見到, 我這裡也有一個鏡頭在, 你會見到, 我做多了一個CAMERA 1, 這個CAMERA 1, 就是這個角度, 剛才那條片的角度, 一邊跌下來, 跟著有些, 散開, 跟著鏡頭看上去一點點,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其實, 剛才都明白的了, 如果你看回, 我這裡有一個鏡頭在, 我將它記錄下, 在第一格的位置, 接著去到這裡, 一個的位置, 記錄下它, 接著最後, 將鏡頭扭動它一點點, 就是記錄下這個鏡頭的動作, 這就是我們的Animation, 配合這裡的Visual Effects, 這個Visual Effects, 就是用電腦Dynamics出來, 我不可以完全控制它的, 就是控制它的位置, 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但這個鏡頭我就完全控制它, 跟著它的手, 拍攝了這個鏡頭出來, 即是你當作是現實生活中, 我一直跌一些東西出來, 接著我自己的手機, 或者我的相機, 在旁邊拍攝它, 就是這樣, 當我再去檢查一次, 所有東西都正確的話, 例如這裡跌出來, 角度, 接著我再去檢查一下, 我會用一個比較高解像的Rendering, 所以, 可能時間會長一點點, 但通常, 我會在最後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漂亮的Testing, 你會看到, 折射會變得漂亮了很多, 不過, 就不是用了藍色, 所以大家看不到藍色和紅色在上面, 但我用了一塊啡色的布, 啡色格子布, 像一個名牌子的布一樣, 但是, 就不是完全的, 所以, 我純粹給大家一個感覺而已, 接著, 珠寶, 水晶, 就有不同的摺蛇, 在不同的面上, 互相摺蛇, 做了一個很好的效果, 我現在只是其中之一格, 因為剛才說過, 我的影片大概是五秒鐘, 一秒鐘有24格, 我五秒鐘有5乘24, 就有120格, 然後, 我將這120格, 分別將它選擇出來, 我就叫電腦做, 我不用自己按120下, 當它選擇了120格, 之後, 我將它變成一條影片, 然後, 到最後, 大家看到的製成品, 我現在就, 去我的那條影片那裏, 那這個呢, 就是, 我把這條影片做出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 然後呢, 現在, 加上聲音, 就是這個效果, 再看一次吧, 那就是五秒鐘, 的製成品, 的製成品之後, 你想一下, 如果我沒有用電腦的話, 我就要買很多這些的, 的水晶回來, 然後呢, 一次過將它掉下去, 每次撿都有排汁, 拍完之後, 對不對? 然後, 不要計算它會不會打爛, 那, 那你就想一下, 如果我有電腦的時候, 就很多東西都做出來, 那我現在就是掉一些補石, 珠寶, 是不是? 就是, 你下下不會買很多粒, 如果我做玻璃, 是不是? 我想將那塊玻璃這樣炸碎, 掉下來的, 我下下都要炸碎那塊玻璃, 就很大陣場了, 但是用電腦呢,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製作出來, 那你想一下, 就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玩得到的, 這個就是, 當我們懂得電腦特技的好處, 那, 對了, 來到這裡, 相信都差不多了, 那就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分享,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時候, 歡迎就去找回我們名愛同事, 他可以給你多些資料, 那我平時就是教學生做這些東西, 做這些電腦特技效果和動畫, 過去呢, 我們也有做過, 真是荷里活的製作, 做過一班朋友和同事, 做荷里活的電腦動畫, 都很開心的, 當然, 要客客有幾百人呢, 不太容易, 有時候, 自己一個人, 在家裏, 都可以做得到, 提供很多資訊出來, 剛才所說的就是, 尤其是現在很多平台, YouTube, Patreon, 這些可以讓我們放很多我們自己的作品上去分享, 甚至乎, 當你很多人去看欣賞的時候, 甚至乎可以當成我們的職業, 所以, 其實現在我們將來的職業, 不斷地轉型, 以前可能我們真的要去參與一間公司, 去大製作, 做一些世界級的巨作出來, 但是, 現在, 我們很多人, 每個人都可以了, 等於好像以前, 我們跑一個大電視台, 跑很多演員, 藝員, 很多人去拍一部電影, 但是,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開過台, 開過Live, 都可以有很多人去欣賞, 很多人去看的一樣,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能夠自己去做到這些內容出來的話, 你就自己可以在YouTube上面播這些片, 那, 是有幾多的可能性在這裏? 剛才說過了, 到最後, 告訴大家怎樣去找到這個軟件, 只需要去到Google, 去搜尋一個 Autodesk Maya Education, 它通常都會彈到這個版的, 只要你有一個學校的E-mail, 或者學校的E-mail, 它知道你是學生, 或者是老師, 那你就可以免費下載這個軟件, 它有很多版本的, 包括PC版, Mac版, 2018, 2019, 2020版本, 最新的2020版本, 2020版本是更多的, 但是, 因為它新出的緣故, 很多東西都會有時候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一些特別效果, 視乎自己的軟件, 硬件需要, 可以有自己去選擇的, 我都明白的, 不懂得用, 那怎麼辦呢? 當然, 我們可以很多時候在網上的平台, 看YouTube, 很多時候都會有人教你, 那現在呢, 通常來說, 就是英文的教學多, 因為很多外國人去教, 做這些3D, 但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找我, 我也可以教大家, 或者找我們明愛, 我們有很多這些課程的內容, 可以幫到大家的, 希望大家喜歡, 在下一個topic的時候,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